超过70万人走上街头 以色列国内开始乱了 大家好 在9月的第一天 以色列人初期的愤怒 至少70万以色列人走上了街头 表达他们自己的怒火 在以色列事实上的首都特拉维夫 聚集了大约55万人在抗议 就跟我们程度而言 已经堪比去年10月7号 法业冲突重新爆发时候的状况了 但这一次的矛头 以色列人没有对外 而是对准了内塔尼亚湖 从源头上来说 其实是以色列军队在一处地道里 发现了6名以色列人的尸体 按照以色列官方的说法 这些人的死因 都是被近距离开枪射杀的 也就是说哈马斯杀死了6名以色列人制 并故意让以色列发现了 这6个人的身份 也很快被查识出来 四男两女被抓了一年多了 哈马斯在此前并没有爆出过虐求的事件 但这一次却突然选择了杀死俘虏 按理来说 以色列人的愤怒焦点 应该是哈马斯才对 不该是内塔尼亚湖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有些不同 很大程度上 哈马斯的杀害人制行为 是对8月底的平火协议谈判 相关内容不满 进一步来说吧 以内塔尼亚湖为首的 以色列极端派系 试图将战争进行到底 彻底完成种族清洗 所以在谈判过程中 不断提出过分的要求 阻挠和谈 又是袭击利巴嫩 又是在伊朗搞暗杀 反而把哈马斯的激进派 给弄上台了 而原本就和内塔尼亚湖 矛盾重重的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也开始火上浇油 指责内塔尼亚湖的强硬态度 让事情无法解决 矛盾最初始呢 是因为加沙和埃及 有一处接壤的地方 叫费城走廊 大概有14.5公里的 那么一个地带 哈马斯呢 要求以色列军队从那里撤离 因为加沙的居民 急需用内阁孔案 交接国际援助物资 但是内塔尼亚湖拒绝了 他认为埃及可能会重新武装哈马斯 而加兰特却认为 暂时将那个走廊交给哈马斯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能营救回几十名人质 但是内塔尼亚湖呢 不同意 这个情况就点燃了 以色列人的怒火 他们认为内塔尼亚湖 太过残忍了 身为总领 为了他个人政治野心 居然不顾几十名以色列 俘虏和人质的生死 直观的说 当前的巴以冲突里 最担心的就是内塔尼亚湖这个人了 在以往的几次处理国内抗议问题上 内塔尼亚湖选择的是引爆外部问题 转移注意力 比如打利巴嫩 打伊朗 打野门 人是会有路径依赖的 内塔尼亚湖政府 已经对这种转移矛盾的方式产生依赖了 当前面对着七十多万人的抗议活动 内塔尼亚湖仍然强硬坚持他自己的主张 这就代表着未来一段时间 以色列很可能还会制造全新的外部冲突 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也势必会进一步激化各方的矛盾 以色列真的危险了 好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